教授今天是来到了魔幻的山城重庆 顶着这40度的高温来试车 既然来到这个魔幻的八低城市 选的这台车肯定要足够的灵活好开 所以今天要试的就是全新的纯电动mini Aceman 那么Aceman是mini全新的电动家族里面的第二款车型 同时也是mini在国内生产的第二款车型 它的定位是介乎于经典的三门Coopers系列 跟更大一点的SUV Countryman之间 所以这款车型实际上车身尺寸还是比较小巧的 而且我们可以在它身上找到很多全新的电动mini的设计元素 设计理念 但是Aceman又有它独特的一些设计的特征 尤其从这个前大灯以及这个前嘴部分就能够看出来了 用了很多多边形的元素 所以相比起那个圆滚滚的很可爱的那个mini的三门版 Aceman实际上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的阳刚气息 但是即便如此 这个前脸大家看到这个黑眼圈 配上这个大嘴巴 有没有一点熊猫的感觉 今天来到重庆市区里面其实有很多熊猫的元素 搭配起这一台mini的Aceman确实非常的合适 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身的造型 虽然说它定位的是一台小型SUV 但实际上它更接近于跨界车 因为它的车身高度并没有太高 而且离地见识其实也是跟一台轿车 跟一台普通的那种先背车比较接近的 那么在尾部部分 这个尾灯依然是那种像素风格 有很多种不同状态的这个显示的模式 科技感也是跟全新的这个mini的三门版 先背的版本Coopers系列看齐的 来到车里吹着空调就不用扇扇子了 其实这个Aceman的整个类似设计 跟整体的风格布局功能 所有跟那个mini的Coopers三门版本 是保持基本一致的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赛车手把我们今天开的这台 多了这样一些皮带布袋这些装饰 看起来会有更强的时尚感 一些然后也是大面积的这个可回收材料的应用 所以整体的车厢里面 看起来就会有一种时尚单品的感觉 然后挺超的 整个中控就是一块原型的大屏 这块大屏也是很多人喜欢最新的 这个电动mini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UI设计确实做得非常的优秀 但是这套车机系统 也存在跟那个普通的mini hatch 三门版的Coopers版本 一样的一些小小的短板 那就是确实在操作的流畅性方面 是有那么一点点反应不算特别快 至于后排空间大家就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了 毕竟轴距只有2比6 虽然做到了四轮四脚 但是腿部的空间 只能说是勉强够用 并不会有太宽敞 这个毕竟是小型车型 只不过多了一个后排的车门 进出后排肯定更方便 实用性肯定是三门车没法比的 那mini Aceman毕竟它定位是在经典的三门版 跟Countryman 更大的SUV之间的一个产品 所以实际上它的车身尺寸 还是相对来说会克制一点 像4米1不到的车长 然后轴距2米6 所以这台车在城市里面开 尤其是在重庆这种弯多弯极 而且路还窄的地方去驾驶的话 还是比较得心应手 非常灵活的 所以这样一台车 你完全不用担心多出来的两扇车门 会给你这个灵活性体验方面带来什么的影响 它实际上还是非常好开的 真正改变比较多的是车重 重了100多公斤的一个重量的差别 但是这100多公斤的区别 实际上对于它整体的这台车的动态表现方面来说 影响并不会太大 毕竟电机扭力爆发还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在这种城区路段下面中低速去开的话 它整个动力的响应 以及它加速的效果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那么值得一说的 其实还有一个底盘方面的区别 就是Aceman今天这一路开下来 其实会发现这台车在舒适性方面还是会有一点妥协的 应该是考虑到这是一台五门的 HUV的车型 所以在减震器的调校方面 他们会尽可能的希望它在保留mini经典风味的同时 会加入一点舒适性的优化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在稀碎震动的状态下面 像路面现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些接缝 小坑洼这些状态 它依然会非常直接非常清晰的告诉你路面上面有什么 所以第一印象 你会觉得这依然是一个很硬的底盘 但是你要是做一些比较大的转弯 快速的转向 或者说是遇到一些大坑洼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 跟hatch那个跟路面同步感很强的 紧贴着反应非常快的那个悬挂相比的话 Aceman的这一套悬架系统 它的这个处理一些大坑洼大动作的时候 它又会有一点软的属性在这里 所以这就有一点点的割裂感在这里面 从用户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 他们依然会觉得这个底盘是偏硬的 他们可能希望它还会更软一点 从车迷的角度 就可能希望它会再更硬一点会更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点点尴尬的小情况了 然后再来聊一下这套动力系统了 为了优化它的能耗 毕竟这是一台5分的车型 可能大家对续航的那个要求 看得更重一点点 所以他们用了全新的碳化硅的电机 电池包为了控制它的车重 保持不要太大 所以它就继续用了COOPER的那套电池包 所以续航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惊喜 单电机低功率版本 它给到你的这个续航续航是450公里 CLTG工况了 然后高功率的版本是给到你445公里 那在城市通勤的状态下面当然是完全够用了 电驱方面个人认为续航大家不用太担心 唯一需要说的是毕竟这个电机功率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那么针对这个一吨7的这个车重 其实在中高速路段下面 它的这个动力的表现 相比起那个三门版还是会有一丢丢的差距 好那么今天呢 初步的关于Aceman的驾驶体验呢 就是这么多 这是一台能够让你感受到经典的mini那种卡丁车 然后四轮四脚的这种驾驶体验的五门的跨界车 所以这台车呢整体来说是结合了乐趣跟实用的 相比起买一台三门的mini 买一台五门的mini呢更容易说服你的家人 在难度系数上面呢是有一定的降低的 但是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到了它的价格方面了 当下我们在开的时候呢还没有上市 但是今晚呢它的上市发布会就要开了 所以呢我们马上切换到上市发布会的现场 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到底价格有没有惊奇了 好了全新mini Aceman的价格终于是发布了 官方指导价20.99万到27.99万 如果再算上官方的膨胀里的话呢 实际上你可以用19.99万到26.49万的价格 买到这一款全新的纯电动的mini车型 确实价格比预期中来的更低一点 那么mini Aceman作为一款纯电的小型SUV呢 相信它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主要竞争对手 会是来自吉利集团的Smart精灵一号 那么Smart精灵一号呢实际上对比起这个mini Aceman 它是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的 但是mini呢作为一个世界上已经有65年历史的 这么一个悠久的品牌 而且在国内有非常坚实的用户群体基础 所以呢在它身上实际上会有品牌形象 用户的认知度以及市场的普及度的一些 品牌方面的一些优势 但是这种品牌优势 能不能够去抵消它的这个价格的差距呢 那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手里面握着20多万的预算 你会不会选择一款mini Aceman呢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已经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